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眨眼MyRadio已是十周年 今年我們也會有很多 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我們的網頁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風風雨雨 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 MyRadio仍然是凹凹不倒 大家對MyRadio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的節目支持人打氣 記得交月費 以及通過月費計劃 《天天天南》主持 《神周五子》 《張文龍》 《張維蓮》 《劉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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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遊戲,一玩了久,經常彈廣告出來,想沒有廣告就要付錢 就是這樣,你想沒有廣告就要付錢,下一集社工他們就沒有廣告 這次要為大家安排,口水乾脆,大家交月費都不交民主,那些廣告就收藏在地上 亞洲第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就是我們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婚姻平原國也是中華民國 因為有個大法官,說同性婚姻應該有違法憲法 兩年之內要修法,去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兩年不修法,就算同性結婚也算是OK 但其實普遍來說,這個議題在台灣裏,保守的人會覺得不應該 有違道德,有違天理 很混淆,就覺得通常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就是比較親綠或淺綠的人 反而覺得藍營的人,大部份人都是反對的 這個沒辦法 不是,這個純粹是印象問題 因為當年搞社運的人,大部份都是跟綠那邊,或者是黨外人士 有關係 有關係 那黨外人士,那些人又以為全部都是綠 那熟悉台灣,就好像你們那樣 當然不是啦,全部都是一片綠 很多人都以為是 我都見到很多,我們藍營的年輕人,我們的朋友 他們都贊成婚姻評論 但問題是這個套版印象到現在都用不到 所以就以為是,其實就不是 其實這樣說了,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沒有好感,也沒有反感 應該要來的事 不是應該要來的 我學以前的古人 應該要來的事,始終都要來的 我記得,我也是在天天天南曾經說過 其實我是不反對你去反對的 如果你覺得同性婚姻是不好的,你可以反對它 這個都是你的原因之外 想一些正常的理由 但是你的理由和藉口呢 或者你的反對的理由呢 不要那麼低水準 有些人會說,因為某人代理了愛滋病藥 然後又因為同性婚姻 所以就可以帶你愛滋病病的人進來台灣 這些民見連水準的辯論方法 我這件事就不太喜歡 我個人知不知同性婚姻呢 我都說了一句,他結婚傷害不了我 乖乖乖乖 但是我又不是完全支持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支持同性婚姻 但是就需要有一個更加廣泛的討論 討論是後著後面的事情 因為其實同性婚姻可以跟... 大家知道同性婚姻和同性平權是兩回事 婚姻就是... 單單就是... 凡指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去登記結婚 而台灣的結婚跟香港有一點不同 香港我們去註冊處 是註冊結婚 但是台灣是登記結婚 即是事實婚姻又不是 登記結婚就是什麼呢? 即是將你結婚之後 你將某一個人的戶籍 即是假設兩個都是台灣人 和你混合在一起 將它混合在一起 移個戶籍過來 因為你喜歡怎樣印都可以 但它的飯盤有大概... 我叫文仔幫我設計一個很有型的 即是不是香港的公式化 不是公式化的 其實一直以來中華民局的 所有結婚證書都是自己印的 你自己印後就簽名 找回那兩個... 沒有人知道的 那些見證人簽名 你拿著那份簽名的 你那份簽名可以在哪裡簽呢? 可以在家裡簽 不同的 香港你一定要安排一個律師來去酒樓 或者你去住宅處做這個 那他們不需要的 你做完一件事 那見證人可以兩位朋友就可以了 一個成年人就可以了 簽名之後你拿去戶籍事務處 去登記 報上去 不一定把女生的戶籍移去男生那裡 也可以男生移去女生那裡 總之就... 當然如果那個女生移到我那裡 那我就拿我的戶口簿 去我那個戶籍事務所 然後把那個女生的名字 身份證拿出來 加它進去我那裡 然後我有一份新的 revised了的戶口簿 又多了一個人名 身份證都換過 後面配偶那欄 就會有了一個... 是否只有中華民國才有 我不知道 你香港沒有 香港沒有的 香港身份證背後 所以你在台灣你真的騙不到人 你說你沒有結婚的 那些戶籍這件事 拿了身份證出來一反 有沒有子女有沒有老婆 除非你那個境外結婚 一清二楚 中華民國才有 日本人都有 日本人都有 近東亞的法統 日本、韓國和匪區都有這些 匪區很大本業 匪區那個簡直是監獄賊 你不要去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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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婚姻就是... 不好意思 那些婚姻就是... 其實他的同性婚姻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只不過是兩個女孩 兩個女孩或者兩個男孩 兩個同性的人 可以將... 即是將戶籍混合起來 以及將他的身份證 背後的男孩寫了一個名字 寫了一個名字 還有一件事 這個婚姻下面有一個約束力 就是... 例如說... 香港來講 香港的報稅 即是夫婦免稅 可以叫做合併報稅 對 台灣也有這件事 但現在他沒有同性婚姻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是獨立個體 沒錯 但有了這件事 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就... 去到這一部分裡面 我也是不反對的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所以... 其實不是太過關我們事 即是如果有些... 有些人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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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 娶了一個男人做老婆 那我叫那個婚姻的話 是怎樣叫法 即是這些稱謂上的東西 出現問題了 那我覺得這些是泰國幾人優天的 這些啊... 因為其實到... 到... 到... 發生的時候自然有 到真的發生是會設計到自己的 即是... 即是... 有什麼關係 如果條件因素需要的時候... 不... 條件因素是做的 就自然會有一個名稱出來的 所以... 要來的始終都是... 對... 對... 最多是叫外子啊 或者叫子啊 或者是生兒子 不知道... 到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很... 很共識的一個稱謂 那不重要的 我覺得... 去到婚姻這一部分 其實我贊成 但到平權呢 平權... 你的定義在哪裏呢 所以我覺得台灣說要討論這件事 我覺得贊成討論的 因為... 到時間好... 關乎幾樣東西的 幾樣東西的 譬如說... 領養是小孩子 有些人說 那你兩個人領養的是小孩子 有什麼問題呢 我問... 有沒有問題呢 現在的科學都未研究到 究竟有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對那個小孩子的影響 其實那個... 單親家庭... 那個叫做什麼社會科學裡面 單親家庭都會有... 有對小朋友有個成長的影響 有少數的... 如果同性父母會不會有影響 我不是說他會影響到他會變成同性 可能不是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心理上的東西 你是不知道的 價值觀這個問題 即是這個question mark 未知的 可能會更好 又不知道 我不是肯定他一定會測試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會怎樣 尤其是兩個女兒 或者兩個男的 你不知道那個小孩子會變成 可能會很好又不定 或者很差又不定 這個是... 還沒有一個研究出來 沒有正式大規模 但如果你平權了的時候 他真的可以做這件事 他絕對有權利去做這件事 是不是 這個有問題了 還有... 有些人說香港很落後 實際香港在同性的議題裡面 是非常之落後 我可不可以賴一下英國人影響我們 沒有關係 我不是... 其實... 你如果... 不如說賴宗教好過 如果你這樣說賴宗教 其實... 宗教界... 你看到今天阿鼎 跟美芬那些 全部都在抽宗教來說 說同性戀不好 不... 然後最大事就是李慧琴子 一開波就說 同性戀一定有江交那些 搞不得白的 香港的... 低水平都沒有人 香港的... 香港反同性戀的宗教 大部分在這個... 光明社那些 在這個... 在這個天主教和這個基督教裡面比較多 基督罪來講 天主教就比較少 因為教宗... 其實相對開放一點 以現任教宗來說 就好一點 平... 平常一點 平常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多什麼 等一下... 我們... 我們好像要廣告時間 等一下再說 這麼快 大家好 大家好 眨眼 MyRadio已經是十周年 今年我們都有很多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我們的網頁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 風風雨雨 是吧 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 MyRadio仍然是凹凹不倒 大家對MyRadio的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的節目支持人打氣 記得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 節目月費計劃 我都勸你們交月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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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1個月 最好是10 777 不要給7毛錢 現在都不收 那些毛錢 真可憐 象徵式是這樣 我繼續盡快KO了這個平權 其實我覺得 後來引申了很多問題 例如小朋友 那些 意識人態 還有香港 香港不是用那個詞語 不是叫平權 它叫聖取向歧視法 這個聖取向歧視法 我覺得這個詞語 我有些反感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因為你是同性戀 而我不去請你做事 我是犯了歧視的 但是這個是等同於 你同性戀就是 就有一個特權 我不請你不行 因為你不請我 可以說 因為你歧視我同性戀 因為他一來到建築 我是我機的 我是Less的 跟著又說 不好意思 那我不請你 可以是因為你的能力 可以因為你的學歷 各種理由 或者你不懂這份工作 就是好像很多地方 是很關心這件事 就是那些什麼逆向歧視 很擔心 很多地方都很擔心 我覺得不可以 因為我給你一個平權 而你某些人得到一些特權 既然是平等的話 就應該大家一樣 如果 雖然台灣 我覺得台灣大家普遍接受 同性其實都OK 其實我經常都在心門裡 看到一些 譯服那些 那些 大家平時都會 香港都沒有 其實 現在這個年代有什麼所謂 以前都沒有所謂 但是我覺得 宗教界而言 台灣的宗教界比較熱烈 就是一貫道 就是天道 一貫道 天道 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和道教都走出來 佛教都過別 對 佛教都過別 對 但香港的佛教和道教界 沒有對同性講任何事情 有些是 三萬門和弟子講 三萬門和弟子講 有 但是基督教 基督教就大大聲 甚至我都參加 什麼樂的事情都出來講 我甚至參加過很多工作科 教你怎樣 基督教工作科 他整個課程 我好像聽過 沒有理由 我有一位同士也有 你錯了 你聽完他的課程 你沒有獨立之後 你真的被洗腦 如果你可以在裡面吸收 我猜你心日苦悦 其實我沒什麼聽話 人應該開放一點 那個思想 聽完之後 如果你對著支持同性的人 你用他的論點去講 其實是挺堅強的 也挺有力量 他特意想了一套方法來打你 他會教你,如果你同性戀者,他會支持同性戀者,你問他什麼什麼 我是他們會教你這些 我有這樣的書,如果你想看我,我借給你看看 所以婚姻平權,我覺得台灣是需要去討論的 其實香港也是 我覺得應該抱一個接受的態度,但是要支持他去討論 並不能因為一刀過就說,將他通過,然後沒有想過後面的後果 社會認受性的問題 天氣越來越熱,明天都5月5日,龍舟節了 我們廣東人有一句說話,過了美國5月5日,那些棉胎都沒有藏起來 天氣越來越多涼,但過了5月5日,過了端午就開始熱了 熱就要開冷氣了 香港,我們中華電力和港幣電力都幸好一點 電費雖然是貴,但勉強來說,電力都充足供應 要感謝鄧小平,在大灣起的法庭廠都不公平 你才算的,我們給他錢的,電費免費公港 但他都調整來說,我們供應穩定的電費 你看廣東山那些都不必多電費 你不去盧王達那裡蓋核電廠支援,為何無限量供應給他 遲都會的,你給他錢 沒有錢的,你夠膽給過來 一大一個就不會 你試一下不給電給我們 香港燒煤,到時我吹些東西過去 不是你的霧霧來我,是我的霧霧去你 當然是他蓋不到,其實當年是不用蓋的 民進黨,就反核電了 電費又不夠強加了 當然不加了,誰有辦法不加 新能源又沒什麼,怎樣搞出 因為8800億又沒搞得到 上次說了,8800億其實包到幾樣東西 軌道其中一樣 能源結晶能源其實都是其中一樣 說真的,8800億又要罵前線 你如果說到能源危機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可以將整個產能集中下去 起軌道和建設 我都沒想過這個人有這樣的思維 8800億是超過一半是用來起東西 就是這樣說,你想要健康能源,乾淨的能源 沒問題的 但問題是,你不是把錢放進去就可以 有些東西,有時候是配套嘛 不是,你先說個方法,你先說個方法出來 有沒有方法去做 最壞小英他們的 你完全說我要做環保能源 然後怎樣做?你給錢了我就知道怎樣做了 他那個空心度真的很高 這個是先拿錢,但沒有計劃 不是,其實他說過很多次,轉了很多口風 由他一開始上任說的輕經濟 一直說到風力發電,綠能發電 一直說了很多太陽爛 其實可以知道,說了很多就是一年了 一間這些電廠 台灣真的好吊 但你也做過研究告訴我,大哥 台灣就很奇怪,很吊詭 他是一個很環保的國家 可以這麼說,中華民國在整個亞洲來講 做環保或回收是最好的 但這件事好過日本人 但他缺電和缺水 是比很多地方嚴重的 台灣的電費真的很貴 台灣的水費比香港還貴 我不知為什麼,起碼有很多水費都不夠人喝 因為起水庫 起完水庫你還要清 其實清水庫淤泥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來的 每一次你要清水淤泥的時候 你就要經過所有原事同意 又要撥錢下去,又要做這件事 沒有人肯做 亦都沒有人敢做 變成每一次來到 很多雨水下來,但是進不完 每一次都可能有些 有些直接是廢了庫 因為積得高 水庫的問題 是嚴重的 那些電是沒有水的 我們講一下 整個台灣裡面 這兩樣的資源 是最大的問題 但他們其實亦都這麼說 是沒有什麼人去解決的 沒有人可以解決的 他們亦都沒有想過方法解決的 核能、電方面 他說要停了,危險 電是因為危險 但他現在又想再蓋 因為他要解決這個能源問題 嚇世一向都說會蓋 但是蔡英文當時說會被空轉 我心想,你沒事啊 什麼空轉 起完就丟空 現在都封存了 他現在很荒誕 叫大家去一些便利店 商場 大賣場 現在同調 我平時走深水埗 經過西九龍廣場 或者黃金商場 黃金商場 不是西九龍最多的 有些 有些光伯爬坐在這裡 美食廣場 美食廣場坐在這裡 涼冷氣 婆婆阿伯 沒有分別 但是 阿婆阿伯是為何深水埗 住在那個農屋裡面 四十多度熱得 才跑去那些 這樣的商場涼冷氣 他沒有辦法 但現在問題是 行政院 林傳叫你去 叫市民去大賣場涼冷氣 有優惠嗎 有獎品 打卡有抽獎 怎麼抽 不知道怎麼抽 打卡有抽獎 打卡有抽獎 因為他不肯加電費 但他想節約能量 他用了什麼方法 用錢去補助一些 中小企 如果你去換一些設備 去更換設備 而令到他有節省電 他會有補助給你 香港的一級能源標籤 對啦 如果你換一些 譬如你原本用那個 你做一個冷凍櫃的 原本他是很浪費電的 或者用電 原本是五級的 換高一級 現在換高兩級 他就可以節省電了 原來就會補貼你 補貼五百萬 如果你換到更多的話 最高可以補到六百萬 六百萬台幣 即是他用錢 去令到你去減電 但其實那個方向 會不會是錯了 其實你加電費的人 就自然會找個省電 這個方法 但為什麼 為什麼不敢加 因為你一加電費的話 蔡政府 雪上加商 雪上加商 難免何存 那時候你罵得人家這麼過癮 你加電啊 說你不顧民間雜負 到他上任的時候 他又加了 而且那個額度 他減到的額度 一百二十五萬 二十五千萬兆 但是你全台灣一年用電量 成幾億度 你減到一個 那減來幹什麼呢 大哥 是不是 所以 找東西 沒有東西做 找東西做 其實台灣為什麼再生能源 有一個這麼大的挑戰 因為始終風能 是沒有一個地方適合的 連澎湖外島 都未必是有穩定的供應的 太陽能 你找不到一個地方 是平了給你鋪這個太陽能板 根本就是那個綠能發電 很多地方都是 那個地位因素是很大的 除了核能 在國安全之外 這就是他說的綠色能源 我贊成的 但是你想想你跟我說 你鋪多少的太陽能發電板 可以供應到 多少多少的電 給台灣的人民用車 其實民進黨 第二 真是叫他 叫第二次執政 他都沒有一個 政策的 那個叫做procedure 就是 你要新政策 上來 replacement 舊的時候 你中間始終的落差過程 你要怎樣去 令那個個人舒略 smooth 我覺得他就沒有了 那你將一刻二刻三刻成立開 他將 那不行啊 他當年是他 他斬了賣電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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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過理性一點 不夠電腦 都是你們市民不夠的 那有什麼事 那現在就是用膚膜的電腦 那就是總統府一定有 現在就是說 總統府一定是鋪一下 是市民 是市民你們用電腦的多 不是我政府供應得不夠多 而且我已經給你一個好竅理 去大賣場了 變理店了 給了一個責任來的 去大賣場太難 就是高雄那一刻 你每個人都去到新時代 蒙時代那裏 涼冷氣 涼救 這不是解決的方法 其實就算叫你去下跪 行政院叫你下跪 這個公務機關 大賣場百貨公司涼冷氣 他的空調都是調到26到28度 那沒什麼用的 那不代表不涼的 都涼的 那不如香港政府為了吸引台灣牛客 他說我們香港至少都是25.5度 這個我很反應 尖沙咀那些可能更加涼 來香港兩下 23度 因為其實你熱得來如果濕的地方 其實25.5度 我就有一個經驗 就記得有幾年前 其實不行的 應該是6月中來的 我們去台灣 Sogo Sogo 大佬 什麼 扁嫂收 名店 中後復興站 Sogo 他在上面那一層吃西餐 多漂亮啊 吃西餐 嘩 賤人都很糟糕 當然啦 我以為其實 沒有冷氣 我以為剛剛開店 剛剛開門 冷氣不夠 然後我們一路等 沒理由等了兩三個小時吃飯 等到飆汗 然後我們問個事情 不是啊 中央冷氣是這樣的 中央冷氣是這樣的 那真的中央冷氣很冷氣 真的很冷 很冷 熱很冷 那天我吃到 你也在 當然在 我吃到這樣 說實話 其實在台灣裡面來說 如果你在台灣生活 你去很多地方 其實冷氣一定不夠香港的 香港你去一個茶餐廳 茶餐廳都可以兩個去的 但是第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的溫差不大 你不會覺得特別辛苦 但香港的溫差太大了 香港的溫差太大了 可能容易病 是很冷很冷的冷氣 放出來之後外面是熱的 嘩 究竟做什麼呢 但你很熱的時候 跳到一個冷氣房 跳到一個冷氣房 你就很爽 你現在用耗電幾多 大佬 十幾秒 總括來說 民進黨政府 對於解決所有問題 他能夠得到執政 就是靠罵人家 那樣東西 但到他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他永遠是束手無策 還有喊口號 解決不了 喊口號就贏了 執政並不是喊口號 所以如果這四年 國民黨只要生勝一點點 2020是絕對有機會的 當然要他先生勝 好 廣告時間 不交台費就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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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